我的名字叫耶喜拉姆 耶喜的意思就是智慧 拉姆的意思是天女 这是我的上师给我起的一个藏族的名字 我现在开了一个叫耶喜拉姆藏会所 这个会所有一些 即藏传文化与一体的这些生活上所表达的衣服呀 服装啊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 还有一些药育可以帮大家治病的 还有一些首饰啊弹卡呀 就是我平时所收集的 我平时多数时间早上起来就会念经 然后点灯 然后喝茶 然后下午就投入工作 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到各个市场去转一转 我很喜欢那些传统老的东西 体会它那个年代那个时间 以及就是你的心情可以转化很多 很开心 然后会学到很多知识 我觉得复古呢就是一种轮回吧 就是传统的东西所传承下来的灵魂 然后加以改变 那不同时期人不同的心理 所去变化的东西 把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 然后去加以修改 然后就形成新的一轮的复古 不一定要重复 但是可以在不断的更新中把复古的灵魂可以传承下去 这些手表呢就是原创设计的 像这款金刚柱呢叫莲花十字图 然后它的工艺呢也非常好 就是所有表带都是意大利的牛皮表带 然后表盘呢是蓝宝石镜面 然后这个工艺呢叫浮雕工艺 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十轮金刚弹成 这个很多年轻的男孩子非常喜欢 十轮金刚弹成的代表在佛法上讲 就是诸佛诸护法都会在集弹成于一身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 因为我们就是设计的款式比较多 希望可以去就是很多人可以采用定制方法 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这些图案 加一些什么装饰 我们都可以去满足 现在的复古呢 大家去找来的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甚至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那年代流行的东西 其实有一点感觉就好像像看旧货一样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复古市场应该是很大的 可以再更精致一些 然后更多人参与 把那些好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发掘出来 我觉得首先我喜欢那种旧的东西 但必须有彩色的 我也很喜欢中式的东西 像民国时代呀 以及再往前的时期的衣服 都很女人穿上很端庄 但是我发觉市场上太多的东西是那种 就是旗袍呀 刺绣呀 都是一定场合固定场合固定的地方才能去穿 人群去穿 那我觉得我特别想 喜欢做一个可以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高矮胖瘦人都可以穿到的衣服 这些服装就是我们今年夏天主推的 以这个丝棉为主体的 像这个面料就是由意大利的丝棉 风格就是说以保持中式领子 然后用盘扣鞋 然后下摆呢是属于宽松款 那这款的衣服就是不论你高矮胖瘦都可以去穿 然后我们的这些盘扣都是由七八十岁的老人帮我们手工制作的 像这个印花也比较特殊 下摆呢采用宽松的裙式 这个穿起来就很凉爽 可以当裙子穿 就是简单 然后细腻 做工细腻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 就是人们喜欢的随意 但是而有品位 不乱 有点油 油 那有点油